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现世报在佛教中是指 做了坏事的人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报应 可是如果把一个王朝的生命看作人的一生 历史上有很多这种让人拍案惊奇的现世报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记里 会声会色地写了一段故事 说秦朝时刘邦没有发迹之前当过四水亭长 那亭长是个什么官呢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里的定义 方圆十里为一亭 十个亭为一个乡 换句话说亭就是村籍单位 刘邦就是刘村长 在城市里就是个街道办事处主任 在台湾叫里长 是体制内最基层的小官 刘村长官职虽小也得履行职责啊 秦末刘邦奉命为县里送一批人去立山当劳工 为秦始皇修建皇陵 结果一路走劳工一路溜 走到河南盲荡山的时候 人也跑了差不多一半 刘村长一看这个架势 即便是顺利地把剩下的人都带到县政府 那么按照大秦的法律 自己也算失职 也得坐大牢 搞不好自己就直接填补了囚犯的名额 也去立山干苦力了 刘哥也真想得开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请剩下的人喝了一顿酒 宣布就地解散 与其我也加入各位的队伍去立山当苦力 不如大伙就一块开溜算了 哥几个一看 刘村长人才啊 还这么讲江湖义气 有老大的派头 于是有一部分人 就死心塌地地跟着村长 闯荡江湖去野 一伙人因为怕被追捕的官兵抓住 就连夜赶路 结果遇到了一条大白蟒蛇拦在路中间 刘邦趁着酒劲大喊一声 我这暴脾气 你敢挡我的路 于是手起见落 把蟒蛇拦腰砍成两段 一伙人接着赶路 后来有其他人路过了蟒蛇死的地方 只看见一个老妇人坐在蟒蛇的尸体旁 嚎啕大哭 路人很奇怪 不就死条蛇啊 你哭什么呢 老太太泪流满面的说 我的儿子就是白帝的儿子 今天化作一条蛇 只是赶路赶累了 想在路中间休息一下 没想到被赤地的儿子一箭给杀了 我这个冤屈上哪诉说去啊 说完老太太嗖的一声 化作一阵清风消失了 只留下路人在风中凌乱 白帝和赤地都是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白帝绍号是掌管西方 赤地神农是掌管南方 刘村长听到这个传闻之后 心中一阵窃喜啊 原来我是赤地的儿子哦 那不就意味着我有当王的前置吗 那还犹豫什么 豁出来干吧 于是接下来在沛县起兵反秦 沛县居于今天的苏鲁婉玉 几省的交接处 所以这几个省的人今天都说 刘邦是我们这儿的人 因为沛县是刘邦的家乡 今后人们就不叫他村长了 就尊称他为沛公 再然后的事儿 大家就都知道了 沛公在一帮能人的辅佐之下 历经波折 先投靠了反秦大哥大向良 由小谷刘斐升级成了 独党一面的义军将领 在施奇迹入关中灭秦 又被项羽挤兑 被发配去做了汉中王 然后又和项羽拉大拒打了五年多的楚汉战争 终于再度统一天下 成了大汉朝的首任CEO汉高祖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刘村长和刘老板白手起家创建了汉帝国 汉帝国从公元前206年开始延续了200年 功臣集团和外企集团的斗争不消停 又有贯穿了上百年打打听听的汉兄战争 这期间虽然大大小小的麻烦也没有断过 但是没有发生过颠覆性的危机 这个成绩就算相当不错了 考虑到他的前任秦朝二世而亡 只有短短15年的国运 汉帝国自己也是初创性企业 缺少统治辽阔帝国的经验 能够坐稳天下近200年 刘老板应该也可以含笑九泉偷着乐了 您可能会说 打住啊 咱们今天不是讲的现实报的故事吗 刘老板都含笑九泉偷着乐去了 还怎么现实报啊 别急啊 我们今天是把王朝的生命看作人的一生 故事的转机 很快就要发生了 还记得前面讲的 刘邦在逃亡路上 斩杀白莽之后 哭泣的那位老婆婆吗 这是史记高祖本纪里收录的故事 这个故事还有续集 就是高祖在功成名就之后 趾高气扬地回家乡炫阔 在老家吟唱出了那首著名的大风歌 大风七喜云飞样 为家海内喜鬼故祥 结果刘邦刚得死完 就被大风给闪着了 给吹感冒了 晚上昏昏沉沉当中 他做了一个梦 只见一位白衣人来到面前 问村长还记得俺吗 刘邦梦中定睛一看 摇摇头 您是哪位啊 咱们以前见过吗 白衣人说 我就是被你杀害的白莽啊 你是赤帝之子 我是白帝之子 本来咱俩平起平坐的 你取代我的地位 那是天意 你取代就取代好了吗 凭啥多次一举把我拦腰斩断呢 我已经报告了玄天上帝 上帝同情我的冤屈 也批准了我的复仇 好 你拦腰给我来这么一下子是吧 那我也要拦腰给你来一下子 你把我结成两段 我也要把你的王朝结成两段 刘邦一下子惊醒过来 就再也不得瑟了 给他的大风哥又加了一句 俺得蒙氏习熟四方 为啥刘邦心里渴望着蒙氏 来帮他镇守四方呢 就是为了防着白莽来复仇啊 公元前45年 今天河南开封附近的王家 出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王莽 说起王家的地位 那也是响当当的皇亲国旗啊 因为王家出了一个贵人 王正军 他是汉原帝刘氏的皇后 而且后来还成为了 待机时间超长的皇太后 和太皇太后 足足活了84岁啊 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高寿啊 所以王莽是出生于 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 汉原帝在位的时候 王正军并不受宠 过得小心翼翼 直到公元前33年 原帝去世 王正军的儿子 18岁的太子刘奥顺利继位 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成帝 王正军终于等来了 自己的机会扬眉吐气 当上了皇太后 这一吐气可就不得了了 他就变身伏地魔 把他娘家的五个兄弟 通通都分为猎猴 扶上了高位 王家一夜之间 就成了炙手可乐的朝廷新贵 王家子弟也都咸鱼翻身 过上了声色全满的贵族生活 虽然王莽的出生 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是童年时代的他 其实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优待 因为他的父亲王曼 还没有等到伏地魔姐姐 扬眉吐气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比起其他的王氏子孙 王莽的童年过得小心谨慎 但是没过太久 王莽的机会就来了 他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 王莽一不解代 安前马后的伺候了好几个月 那简直是比王凤的亲儿子 还要强一百倍 王凤深受感动 在去世之前 请求伏地魔姐姐 再满足他一个遗愿 提拔提拔这个侄儿吧 老太太也挺干脆一口答应下来 就让他的儿子汉成帝 把王莽提拔为皇门侍郎 相当于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侍从 王莽得到提拔之后 仍然一如既往地小心谨慎 在这之后 他的仕途就是一帆风顺 扶摇至上 锐不可挡了 但是王莽并没有因为得志 就变得嚣张 在这一时期 他清廉简朴 经常把自己的俸禄 分给门客和穷人 甚至还干过卖掉自己的马车 阶级穷人这种壮举 朝野上下的人 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 连圣人也就不过如此嘛 就这样往往得到了 各界一致的好评 在特别看重声望的西汉 他一路官运亨通 在38岁那年 就当上了大司马 相当于现代的三军参谋总长 在西汉与丞相的地位相当 可就在这个时候 正值壮年的汉成帝突然去世了 多说一句 这位汉成帝就是流行与温柔香的发明者 因为成帝自己没有儿子 就让侄儿留心即位 也就是汉埃帝 埃帝一上台 第一个矛头就对准了 数大招风的王家 此时伏地魔姑母和侄儿王莽 也都很识趣 立刻闪人 姑母退回到皇宫里 韬光养晦 王莽也辞了官 但埃帝搞垮了王家之后 只当了七年皇帝就死翘翘了 顺便说一句 这位汉埃帝就是断袖之辟的源头 那埃帝当然也没有儿子 他一死 皇祖母王正军又东山再起了 他最倚重的侄儿王莽 也立刻卷土重来 官复大司马 这次王莽主动出击 选了体落多病的刘看 继位 也就是汉平帝 既然皇帝都是他立起来的 从此王莽当然也就一手把持朝政了 平帝也是个短命的主 只活了14岁 当了6年多的傀儡CEO就白白了 此时的王正军已经快80岁了 有心无力了 大全江山都交给了侄儿王莽 那王莽也再不用藏着掖着了 到公元8年 王莽已经兢兢业业执掌国政十多年了 这个时候他的眼光已经盯上了天子之位 但是还需要一个契机 说到这打个岔啊 有很多朋友问 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各个领域 那么多知识都上哪找的呀 当然我们有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团队 但是还是得用到各种各样的工具 在互联网上查找资讯 因此上网安全对我们来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也是这样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会向大家介绍一款安全上网的利器 Express VPN 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向朝廷进献了一个铜柜子 里面装着两道书函 那个时候还没有纸 文字或者图画是刻写在竹简上 或者画在丝箔上 完了以后再把竹简或者丝箔 卷成一个卷轴 放在一个木盒子里 再用漆或者蜡把盒子封好 就是这个东西 那一个盒子上写的是 天地行喜金贵图 另外一个上面写的是 赤地行喜某传遇皇帝金策书 这个某正是汉高祖刘邦的名讳 意思就是说 王莽是真命天子 是我刘邦的传人 所以我要把地位传给他 汉室应该顺天应人 连祖宗都发话了 上天都发话了 那你们就赶紧的腾位子走人吧 那这道天意到底是谁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王莽顺着这道天意 当上了皇帝 这就是王莽篡汉 我们现在说他是篡夺了皇帝之位 可是当时王莽在朝野的口碑 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好啊 他是谦卑人厚 尊奉礼乐 又能大一灭亲 现在又有俘虏祥瑞 代表天意 青睐于他 所以他取代汉朝称帝 别说一般的官员 没意见 就连汉宗亲老刘家的人 都不敢说什么 至于普通百姓 那就更没意见了 只要能吃饱饭 公司CEO是姓刘还是姓王 有啥关系啊 王莽登上地位 改汉朝为新朝 他自己也自诩为新派 一上台就是一通改啊 他的改革措施 让2000年以后的文化骑手 胡适都惊叹 王莽活脱脱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分子啊 现代都有历史学家发出考问 难道王莽是一位穿越人 由现代穿越回古代 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吗 王莽到底搞了哪些奇葩的改革措施呢 这个以后有机会咱们再细说 今天就直接说结论吧 在15年时间里面 莽新王朝把整个帝国折腾的乌烟瘴气 富者不能自保 贫者不能自存 当初拥戴他的人一个个肠子都毁清了 造反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呀 秦末农民战争的场景又重现了 在农民军当中两股最大的势力 分别叫做赤梅军和陆林军 公元23年 陆林军与莽新的主力军在昆杨会战 陆林军的首领刘秀 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 以诸个月的军事才能 以少胜多击败了十倍余击的莽军 昆杨之战之后 王莽的统治以闪电般的速度瓦解 几个月之后陆林军就攻进了首都长安 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他的头颅也被人割了下来 随着王莽的死亡 新朝也随风而逝了 莽新灭亡之后崛起的王朝 仍然是汉朝 定都洛阳 之前的汉朝都成长安 在关中 长安居于西 洛阳居于东 所以以长安为都的汉朝 叫前汉 也叫西汉 以洛阳为都的汉朝 叫后汉 也叫东汉 抵照东周和西周的旧历 刘秀登基延续汉家气数 视为汉光武帝 光武就是光复汉家天下 又有武功的意思 上面这是简述了汉朝的历史 前汉后汉 被十五年的莽新莽朝 拦腰截断 那这段历史又和《现实报》 有啥关系呢 它就印在拦腰截断 这四个字身上 王莽的莽 正好和莽蛇的莽同音 王又与灭亡的王同音 所以王莽 就是来往大汉天下的那条莽蛇 它恰恰也是把汉朝 分成了几乎等长的两段时间 西汉和东汉 前汉和后汉 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的轮回安排吗 而助力它一路高升的 那位高寿的王太后 就是《史记高祖本记》里记载的 那位哭泣的老婆婆 白莽的母亲转世来的 这个蛇斩汉朝的故事 它很明显是从《史记》里 那个斩蛇起义的故事 发挥出来的 它不见于任何史书的记载当中 是宋朝画本开始流行以后才出现的 那啥又是画本呢 它就是宋朝的说书先生 思绪飞扬节目的文案 因为宋朝大众娱乐业发达 勾兰瓦斯 取义杂谈样样都来 经济又发达 老百姓比其他朝代都富裕 有娱乐消费的能力 可偏偏十字律又没有跟上 印刷出版业还不发达 于是说书人就有了广阔的市场 思绪飞扬出了许许多多的奇幻故事 舍斩汉朝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可能是南宋的人们悲叹 大宋国座的变迁 只能偏安于江南 相当于也是被人拦腰斩断了 于是借汉朝的故事来安慰自己 归于天命 缓解悲愤吧 这种以王朝命运为主题的 《现世报》故事 从宋朝起就特别的发达 除了这个王莽是白莽转世的故事之外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 就是宋徽宗召集 是南唐后主李玉转世的故事 宋朝人的笔记 《仰科曼记》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徽宗的父亲宋神宗 偶尔有一天看到了一幅画像 只见画中人物风流倜傥 气质非凡 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他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诶 这画中人是谁呀 随从就告诉他说 这是南唐后主李玉啊 也就是写出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荡 那位大才子 宋神宗回宫之后 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 被脑空了一样 整天想的都是南唐后主李玉 晚上就做梦 梦见了李玉前来拜访 两个人相谈甚欢 正谈的投机的时候 突然间就被吵醒了 原来是来报喜的宫女 宫女说 恭喜陛下 您又得了一位皇子啊 事实端王生矣 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吉 李玉和赵吉 同样的风流倜傥 同样的才高八斗 同样的富有艺术气质 也同样的昏庸 他俩是干啥啥在行 就是除了当皇帝不在行 两个人也同样都是亡国之君 同样被敌人俘虏 同样克死异乡 李玉的皇后 有名的美人小周皇后 在一家人做了宋朝的俘虏之后 被宋太宗赵光义给遣规则了 宋朝皇帝趁人之威 迎人欺女 这下是造了大孽 缺了大德了 于是在一百多年后的 靖康之变中 宋朝宗室的公主王妃们 也都被金朝人给掳走 这都不是遣规则的问题了 直接就当战利品给分了 就连宋高宗的生母 韦皇妃 也失身于北国十五年 期间给宋高宗 生下了两个异国血统的弟弟 这事就成了宋朝皇室和子民们 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 如果是李玉 转生成为宋徽宗来报仇 那就太讲得通了 你亡我的国 我也亡你的国 你遣规则了 我媳妇不是吗 你的后代也都要被遣规则 但是话说回来 金朝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 对待宋朝皇室 而他子孙后代的结局 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报应 金朝灭亡之后 金朝宗室的公主 王妃和贵族妇女们 遭到了蒙古人 几乎同样的对待 这样的线事报故事 不仅在中国历史当中很丰富 在西方历史当中也不乏 比如希腊人用木马记 攻陷了特洛伊城 还焚毁了城市 那后来的罗马人 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 他们又征服了希腊全境 就是这么英国轮回 报应过来报应过去的 那这方面更多的故事 咱们以后有时间再细说 那么好 接下来就是工商时间 向大家介绍一款 安全上网的利器 互联网能让人快速获取信息 但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泄露个人隐私 比如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点开了不安全的网站 这时无论你怎么样 删除历史记录都没用 因为只要访问过一次 不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互联网提供商 都能够合法拿到你的信息 但如果在上网之前 先打开Express VPN 这些安全隐患就通通不存在了 因为Express VPN能加密数据 让网站无法读取个人的信息 同时Express VPN 还能够保护网民免遭黑客攻击 如果您经常在公共场所 使用免费WiFi 那么任何一个使用 同一个公共无线网的用户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盗取您的个人数据 Express VPN 能够为您提供安全的上网护航 Express VPN 还是网上追剧的好帮手 在线视频通常都设有 国家地域的观看限制 Express VPN 可以帮你改变所在国的信息 比如您人在加拿大 只需要把国家改成新加坡 再登陆Netflix 就可以看到加拿大以外的影视剧 而且还自带中文字幕呢 市场上有很多款VPN 我们团队所使用的是Express VPN 它被Cnet TechRadar等高科技杂志 评为排名第一的VPN 朋友们要想购买的话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这个专属连接 ExpressVPN.com 斜杠文招 就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 免费使用的特别优惠 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在 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刘邦的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千万别嘚瑟 一嘚瑟讨债的就来了